麻烦师傅看一下那个五一年的兔 男的女的 女的 看他的胃 看他的胃 五一年的兔子 他的那个胃做了手术 看做的怎么样 切掉很多肠子了 对切掉 他还有那个 四分之一 还感染到那个淋巴 就是说想请师傅看一下 这个手术做的怎么样 哎呦一半一半了 不是太好 那个医生说要说 可能要做化疗 他想问一下 需不需要做化疗师傅 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看看指标有没有偏高 没偏高就不要做了 就是癌细胞的指标吗 对啊 他医生说要休息 可能六个星期以后 就是自己恢复了以后再看 对啊跟我讲的不一样啊 现在他很虚啊 现在很虚啊 对对对他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吃了就土 你要知道啊 他现在这个刀口啊也是很大 明白吗 对 伤口很大 然后呢 你现在 要跟他讲 叫他忏悔 他这个东西是第一 是年轻的时候 海鲜吃了太多 活的东西 对 后来我想起来 他们有一段时间 之前的有一个海边的 什么别墅 然后每个星期都去打那个 哎呦 出海去抓那个海鲜那种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是的 嗯 这是他的报应啊 这是他报应 就是仓为这个事情是不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现在我看到他身上还有鱼呢 还有虾 嗯 都有 嗯 鱼虾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不好好念掉的话 他这个癌症还会扩散的 是吧 他许了八百张小房子 但是他现在在床上 病床上没办法念 他家里人有没有 也没有人相信就他一个人 这就是缘分不够呀 那你就不念的话 你眼睛看看也得想啊 也得念啊 没办法 对 实在不行吗 就叫观世音菩萨呀 嗯 叫观世音菩萨 啊 以后最好短一点的先念 明白吗 哦 好吗 他放生他也许了三万好像 哎呀 这个你记住了 我跟你们讲过的 等到爆炸之后呢 就是打扫战场 没有爆炸之前 那叫整理 明白了吗 对 就是说现在看他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六个星期以后 还可以 还可以 嗯 他应该 他应该还是有菩萨保佑的 好了 是的 是的 他呢 学营比较少 主要是杀业 嗯 哦 对 明白了吗 嗯 对 他这个人 就是还是要小房子抓紧 他这个人不好色 嗯 不好色 是杀业的 就是杀业的